好我们看到吕秀莲呢 她点出呢有五大疑点 不过最新一期的时报周刊同时报道 有一个服务小姐呢 自己呢就研究分析了八年之久 也主动了收集很多影片跟照片 不但呢是自己回到了现场去比对 同时也找来联合国的弹道专家来询问 同时也认定呢所谓的319枪击案 这子弹根本不是从车子外面射进去的 而是从这车子里头射出去的 时报周刊最新报道 319枪击案关键照片曝光 民众福小姐根据美籍华人李元生制作的 319枪击案纪录片照出一点 在这个地方是尺状 尺状所表达的意思是 子弹从车子里头射出来 外面是属于翠裂面 但是这张弹孔是几股车 进入奇美地下室之后 三小时之后出来的 它变成平滑状 开出来时弹孔毛边变平滑 认为玻璃有被动手脚 而且当时在陈水扁和吕秀莲的吉普车 根据挡风玻璃上弹孔内索外扩 推断是由车内往外射穿 推翻各界认为 子弹是从外部射进去 分解当初影片 当时陈水扁和吕秀莲 站在吉普车上向民众挥手 枪手从两人中间开两枪 足够没打到人 也没把玻璃射穿 甚至认为就是随乎警卫官卢孝明 开第三枪造成玻璃碎裂 完整看一次 事发当时左边的保安警车 和后座国安人员 与侍卫长张春波互动 后来机车停下 遭到怀疑的后座国安人员 准备下车 接着小跑步再跳上车 张春波与这位跳上车的 特勤人员交谈 这是另一辆保安远警 后座在特勤人员 拿一个黑色公式包 给随护警卫官卢孝明 后来这位特勤 蹲在陈水扁和吕秀莲中间伸手 就是这个动作被福小姐 怀疑是枪手 疑似占由卢孝明补一枪 这才击破挡风玻璃 第一个点在这 第二个点在这个圈圈里面 第三个点在这个地方 福小姐表示 根据秘密证人 前总统府随护的说辞 证实这三发子弹都是钢珠 因为他当时被指示 回吉普车上找钢珠时 车上没有任何玻璃碎片 但后来开放媒体拍摄 和官方鉴定报告 都出现玻璃碎片 他有说我天天都在看弹孔的 这个弹孔从哪射的 我们也是很清楚的 但是他没有说出答案 是从哪射的 福小姐根据这份各电视台 未经剪接的原始画面纪录片 他发现当时吉普车 还没到李昌玉设定的枪手作案热区 车子的挡风玻璃 就已经出现疑似碎裂小白点 而且位置还后来出现 弹孔的位置一模一样 福小姐指出种种一点 一点一滴拼凑 希望319一案能有水落实处的一天 春天新闻黄金营 李怡婷台北采访报道